心想事成 个个都想得 有些人得 有些人不得 当然背后有很多的玄机 一次就说不完 不过现在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所知道 这几年我自己实践去教学 又拜师 周围去访问人家 看人家怎样做 又在想 又是下载着很多的灵感 所以我归立了八样东西 就是所谓显化心想事成的成功因素 听不听 第一 你要够放松 放松了 天地线才能够通 你要活在当下 什么意思呢 就不要想昨天跟谁吵架 现在还很激气 又不要想明天要见那个客人就很烦 那些 你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呢 愤怒那些 就是活在过去 如果你想是恐惧 担心那些 就活在将来 你活在当下就行了 慢慢呼吸 活在当下 放松了 这个是条件来的 不好意思 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第二个呢 你要搞清楚你要什么 就是你去茶餐厅坐下 请部长、伙计、老板来落单 你要讲清楚 你要冻领茶 你要不要奶 咖啡、咖啡、酒啥、酒啥、酒啥 那些 要讲清楚给他听 你先要想清楚 究竟你今天想要什么 第三呢 就是 我们有很多障碍的 后来常常常会跟你讲 你要清楚一些障碍线 你如果是 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 塞住了 那你的东西就不会来的了 第四样呢 就是 你一路做的时候 你要保持很正向的 就是很positive 什么意思呢 当你做肯定语的时候 我会教你 就是你不断地想 我肯定现在的事情在发生 很好 那只 就不要说 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就是那些 你比如说 我想戒烟 你看这个烟字 戒字 这个就已经是 傅向的东西 就不要说希望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我以为什么 那些就是不够肯定的 第四样 你要很强的意欲 我真的很想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 常常都说心想事成 你不断意想一下 不断意想一下就不行的 你是要很兴奋 很热烈 很刺激 哇 有了这件事 真是很好了 这样就成功了 第五样 就是你做的时候 就是要有很多感情 还有 你要用你的五感 五感就是 是视觉 听觉 味觉 臭觉 触觉 你都要用齐 这几样的 第六样 对不起 第八样 第七样 好 第七样 你就要下单之后 你就要付托了 付托就是说 好吧 我交给宇宙 就是你交给伙计 下单之后 厨房里面会做事 这时以后 那些东西就会来的了 你就不可以在中间那里 现在行不行 你待会又去厨房 到狗狗镇 这样 那你没有东西 最后就是 你想成功 还要 时时留意奇迹 你越留意得多奇迹 在你身边 你就会越容易成功 你想要的东西 就会越出现 什么叫留意奇迹 例如我举一个例 我试过 几次都是 留意一下 第一场歌的这班 来上我的课 常常都是这样的 就是 只有八个人上课 有三个叫Helen 我试过 就是有一班 就是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整班只有两个男孩 一个叫John 一个叫Johnny 哪有这么巧的 如果你计划言论 可能是几千万份之一 都不止几亿份之一 但经常就发生这些事情 就是你想起 阿麦水 你已经二十年 就和他没有通过消息 都不知道他现在 还未上在人间 你一想起他 一会儿下街就会碰到他 或者你会收到他的试讯 叫你来见面 这样的 这个世界 我都试过 一想起许冠杰 电台立刻就播许冠杰 就是这样 这些就是我所说的奇迹 它们叫做共识性 Synchronicity 你多些留意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些 是很有趣的巧合 是不应该发生的 但是上天就透过这些 这样的共识性的现象 来提醒我们 喂 我们是周围有奇迹的 你要相信奇迹 你相信奇迹就出现了 好 希望这八样东西 你记住可以帮到你 我们每一条这些片子 下面是有一段文字的 有个text的 还有有很多的连结的 希望你如果有兴趣看下去 都看完文字 因为只有几分钟 讲得会比较抽象一些 还有却要一些 就是二十碗水煲 只有一碗 不过你有兴趣 就看完这些详细的情形 长哥写了很多本书 所有这些资料 就是来自我那本书 《今生我主场》的第十二章 十二章那里 好 你有兴趣来我们的录音 买这本书 多点和长哥透在这里联络 很喜欢看到你的留言 好吗 好 有空我们再聊 拜拜